春江水暖鸭先知 你可以看到 其实年轻人也已经是 看穿了赖清德的草包 真的是草包 这一次又一次验证他的草包 现在赖清德回避青年的问题 本来是靠反问 一直反问 一直反问 然后再靠空洞 一直空洞 一直空洞 一直得过且过 现在新招出来了 靠救驾 靠门绳 靠校长 这赖清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应 年轻人的问题 年轻人说 我跟你不是住在同一个台湾 他说错了吗 我只想请问 这几场参加大学座谈的年轻人 你们哪一个人有本事 今天拿50万的资本 去搞个鸡蛋 一单赚3800万 你赚给我看看 你赚给我看看 你跟赖清德跟民进党 你住在同一个台湾吗 你有办法说 今天像快塞小吃店一样 绿朝游游 就直冲云霄吗 你有办法 就是像民进党一样 今天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然后像乔委会这种事情 你到现在民进党 竟然乔委会住外的主任 去所谓的骚扰他的副主任 到最后被惩罚的副主任 戴清德 你现在不只是要参选 民进党的总统 你也是副总统 他怎么样去面对年轻人 他当然没有 他没有办法再扮演路人甲 他现在不当路人甲以后 他没有办法面对年轻人的质问 所以你看刚开始就是反问 反问也没有用 上次中山大学的女生 反问踢了一个多大的铁板 女生那个女大生说 你民进党绝对权力绝对的腐化 所以贪腐连连 赖清德很聪明啊 他想说没关系啊 你又说哪一件事啊 反问你啊 结果就看到那一次是让我最感动的 所有年轻全场起来 开始如鼠家增啊 对如鼠家增啊 如扎案 光电案 巴巴腔 超尸鸡蛋 高端疫苗 如鼠家增 当全场的年轻人开始 齐身同时去问他来举例的时候 赖清德当场的表现是 慌了手脚还记不记得 他回不了问题说 你讲的那个例子 你讲的那个例子 我今天不是刚我对的 我是模仿他顿的 你讲的那个例子 卡机耶 然后民进党面对这件事情 是什么 记得吗 网军露搜出征 中山大学的女学生 然后邱毅营质询的时候 拿这个事情 再出征一次 民进党的傲慢 他是当大家眼睛都瞎了吗 今天这学生再度讲出了 年轻人的心声 因为就看不下去了嘛 我真的拿一个对照的例子 跟大家讲 因为大家可能忘了以前 马总统到校园演讲 是怎么演讲的 怎么接受提问你知道吗 他是直接就走到年轻人 群里面去 然后呢大家举手 他就直接把麦都过去 麦都过去 就站在他面前跟他对话 经得起检验就是这个样子 不需要门神 就刚刚涵毅讲的最好 为什么校长要这样做 你看校长那表情 第一时间吓到 你知道说 真的是 因为校长之前说过一句话 说他要打造大学 让人家感动 可是他今天很怕这场演讲 这个提问 没有感动赖清德 那还得了 所以当学生讲得过且过 他是当场是那个吓到的表情 这个表情忠贞不二 你知道吗 那当然未来坦白讲 就可能就很有前途啦 终究我们也不能怪这些人啦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 抱歉 很不客气讲 民调现在是赖清德最高啊 你今天真的是 你今天要开赌盘 排除政党立场 还是要押保赖清德选上啊 选上之后 一样啊 鸡犬升天啊 民进党向来就这么一回事 他其实树立一个 非常非常一致的标准 今天你只要是帮我 护航 帮我辩护 为我先锋者 我管你是什么 这个搞七碾三 对不对 我一样是重重的来封赏 但如果你敢讲我不对 讲我的坏话 对不对 虽远必诛啊 记不记得信公猪肉的老板 对不对 只因为轻轻的摸了一下对不对 印了一下那个苏珊昌的嘴 哇 立刻十万火急被这个消防安检 马上就弃止投降 从此再也不敢讲话 新北谢先生买到黑心鸡蛋已经够衰了 不过贴个脸书说 我真的有衰我买到这个黑心鸡蛋啊 八小时内被约谈 火速耶 半夜十一点到岸 谁有这个待遇啊 只因为陈建人说一句假消息 八小时就抓到人 然后晚上十一点到岸 你民进党就在树立一个标准嘛 我跟你讲我很担心这位学生啊 真的 接下来民进党又要露搜他了啦 网军又要出征他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 没有用啦 你出征有什么用 就像那时候查那个谢先生水表 查的当天 我的大安区就一位杨先生直接出来 再亮出一颗黑心蛋 然后跟大家讲说 我就是看不惯你查水表 我就录影存证 人民的愤怒 赖青的人在庄看不到 只会烧得更旺而已 好学生当然怕 他当然是怕 但是学生的未来 不是只有当总统四年八年 学生的未来是十年 二十年六十年 赖青的人走到校园 其实很多学生都会呛他们 但是大部分的学生 他们都还是孩子 他们内心其实也是毛毛的 有扬名交大的学生就告诉媒体 我刚说了很多很多骂民进党的 又被具名的刊在报纸上 接下来我会不会出问题呢 学生真的很怕会被网军攻击 还有台大政治系的学生也说 他们亲身体验到的事 动不动就看到只要是骂绿名的人都会被围剿 我们要请教毕如 民进党他们自诩是进步改革 现在人民却感觉到寒蝉效应 这是不是是民进党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呢 是不是危机我在想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 这几次下来我还是要给这些学生 要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而且我后来发现现在的学生 也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 害怕提问或者是说一定要按照 可能事先那个转动就先 遇你好的一些题目来问这个賴护总统 所以其实现在学生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看到台湾另外一个希望 那这个希望会不会被民进党 就这样漏收然后就打压 这个我觉得还要后续再观察 不过细数这几次賴护总统 那个到校园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演讲的状态 显然是我观察到 第一 最近有一次民调就是说 她的女性的支持度下降很多 年轻票也不支持她 学生票也不支持她 所以可能她旁边的幕僚就会觉得说 那不要管她就是继续再往 学校去演讲去前进 一定要攻下学生这一块 所以你看她不管是她每次去 就是只讲自由民族 只讲我再回去拿回去研究 或者是缓咨询 缓咨询学生 你听到的是事实是这样子吗 你要不要再去查证一下 再来问我 我们带回去研究 你看她实际上她都没有给答案 但是为什么她还这么勇敢的要去 有的人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我觉得侯友宜市长才应该更勇敢的去 是不是 侯市长我觉得你才 如果你看到赖青了可以这么勇敢 这么不要脸 然后一直到学校去演讲 我觉得你一定比她更诚恳 我觉得侯市长就长得一会很诚恳的 学生一定会很认真的去跟你讨论 所以为什么她还要一直不断的去 表示这一块是她一个很大的漏洞 所以她不管怎么样 然后再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她会觉得说 反正我只要这样子混过去 缓咨询 然后一直去问这件事 而且用很傲慢 不用去回答 旁边反正我不管讲了什么 今天出来的怎么样的新闻 我的侧意都会去帮我洗一遍 所以这个真的只有刚刚韩冰讲 只有在三明治里头 我跟你讲一定是另外一个歌 歌功颂德的一个场面 那这是真实的画面 会不会在另外他们的节目里头露出 我觉得我是很怀疑 所以这个讲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民主的悲哀 那再来就是说民主的悲哀为什么 因为其实学生对赖户总统 有这么多的疑问 可是现实呈现出来的就是 他的民调还是第一名 所以真的刚韩冰也没有讲错 就是说这个在业党 要负最大的责任 在业党就是要去监督执政党 可是现在在业党本身 就是在一个乱的阶段 那现在看起来是 全台湾人好像比较惯心的 都是蓝白到底合不合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头 就要讲就是说 我有一次来台北录节目录完之后 我就要坐高铁回去 然后我就想说下半时间 六七点 然后我就去买个菜包 然后就买了 大家都在排队 那我也跟他排队 然后老板看到我就说 蔡小姐你要加油 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说 蓝白盒要加油 然后我就说对 我们努力加油 结果就冒出来一个就说 你叫你们靠着不要 你就嘴巴撞到 退一步 然后这句话出来之后就排队拍很长 另外一个跳出来就说 你们国民党不要这样 加大业就欺负人的小党 然后一个排队的场面 我站在那里 你知道我的尴尬到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为什么赖青人还可以这么嚣张 为什么这样 全民都很焦虑的 蓝白到底合不合 在野党到底要不要整合 但是他继续做这样的嚣张 那我觉得 还是给学生一个很大的鼓励 感谢大家